近年来潜水是热门的户外休闲运动之一 大业大学运动健康管理学系 今年把进阶开放水域潜水的课程 移地到台东县的绿岛来上课 邀请专业教练共同教学 辅导学生来报考国际潜水的征兆 今年全数通过 也希望借此来提升学生的就业力 接轨未来职场 背负着一身重装备 23位大学生化身海中蛟龙 准备参加包括中性福利 30米深浅 夜前等严格课程训练 今年是我们运建系第8年 来推动潜水的上课活动 也是我们的校庭活动 向海致敬的一个活动系列之一 在这两天的考照的过程中 所有的同学 他都完成了五支气瓶的考照 拥有这张国际证照的同学 他可以进行传潜 那也可以到国外去租借这些设备 当一大学运建系 这次选在台湾热门潜水胜地绿岛 辅导学生学习潜水 考取国际潜水证照 完成课程后 还特别到钢铁礁进行传潜 潜入30公尺深海 让同学们亲身体验绿岛缤纷的海洋生态 在船船的部分我们在绿岛的钢铁礁 直接下船30公尺 让同学去体验海洋的深度 一开始下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紧张 可是之后慢慢调整呼吸之后 会觉得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 就是可以看到雨在前面游 然后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马来西亚籍的学生梁绍威说 很开心可以在绿岛完成进阶潜水课程 取得国际潜水证照 未来回到马来西亚后 希望可以成为一位专业潜水教练 新唐亚太电视叶席红方雅贤 台湾彰化采访报导